我们来玩光鲁鱼 这个叫你付5000铜钱 千万不要付钱 很丰富的奖励 英雄铁鱼要拿来升 这些英雄鱼鱼也有经验值得拿 大家好 欢迎来到天神国 今集想说一下 这只新射雕群合转 究竟怎样可以升 升快点和升足点 不要造流 喜欢的一定要天神国 首先 大家要知道为何这些高层 一定要有这么多升 原因很简单 你高层越高 就越多功能开启 越高 开启越多 就越容易抛来 未开到功能的人 举个例子 我刚开了中门 中门就类似一些挂机系统 我越早到41 开了中门 我越早可以挂机 越多资源 慢慢累积 就可以累积回来 所以升级是很重要的 反而抽东西可以慢慢抽 升级一定要追 讲了这么久 究竟怎样可以升快点 我相信大家应该会有卡等级的情况 卡了30 或者40 今天应该卡40 你可以做些什么呢 首先 大家要知道 我们有个checklist 应该很多人都知道 这个checklist里面 你怎样可以升到你自己的高级 以及你今天的高级 你到了吗 我们逐个说 世外高人这个 全数 不用想了 即是元宝你不要跟我省 因为这里1500 1200 用200元宝换2500 是超低的 在武林外转 你一次 可能 你刷新也好 只有500经验 你这一到一 拿2500 什么都不用做 只是给元宝 可能你本身 你也有些做任务 有些元宝收入 那些用来买 没问题的 甚至乎你课约卡 这些基本上 一定要数 那帮会战 帮会战就记得 去帮手 打下这些点 又不是叫你无时无刻都去打 但是一限制 这队一限制 你就立刻帮手 尽量杀多些敌人 如果别人太多 你就不用你去 去帮手打一些少人的 然后挂在这里 就会杀够某个数量 就会有这个经验值 每天1000斤 不好笑 因为很多人 少了1000斤 第二就说 我只差这个少少 就升到一叻 每天任务 不用说 这些任务 每个游戏都要做齐 然后副本掃档 我想说一下 因为副本掃档 其实都是拿经验值的一个位置 可能有些人会省着很多粮 但是这些粮我建议你 都是越早洗越好 因为你之后 反而没那么急追 因为你开了这些东西 但现在我们要追 那时候 反而我们要快点用完 因为你每次用 我当你 可能掃档十次 就有百多斤 可能你用完 但是你一百万粮草 你会有机会升到一叻 是真的 因为你欠几千 你用一百万粮草 应该可以帮到你六七千都没问题 所以我也是会用粮草升的 那就不要省了 那粮草怎样可以多些 稍后也会说 那副本数档 我今天也拿了五千 我不是数了很多次 武林绝技 这里也要说 这个位置 大家要注意 这个位置是主要你拿经验值的 全员 尤其是今天有双倍 特定时间有双倍 双倍 你跟我货爆 一定要货爆 就是不要省 有多少货多少 不要省那些元寶 元寶不要省在这些位置 这些升级是最重要的 因为你落后的级 你的战力会跟人差很多 尤其是刚刚开伏那一阵 那现在就买完了 我又买完了 就尽量打 双倍每次打一个 1000经验值 超多 打10次了10000 这里要努力点 那怎样可以打多些呢 有时候每日有限次数 我现在VIP6 VIP6 我暂时就可以买7次 那不同的VIP等级 可以买的上限都不同 VIP6次 如此类推 所以你VIP 如果你有三四 你可以买多几个 你每日可能就多人 二三千斤 差距就是在这里 有时候差点升 就是可以在这里找 当然 无货就没得说 但如果你真的想升快一点 货一点都没办法 但不是货很多 可能你货 你货38元 可能都容易的 去到 但你要去到6 就要6千 去到7 就要1万 那1万 即是多少 1万经验 会员经验 即是要多少钱 即是1000元 我自己试过 我货118 大概就给 9百多金 你除开可能就是 100万 就换1000 就是1000元 那就容易记一点 就不是说一定 而且你做VIP 有些干粮 每日 如果你打爆 可能你拿几十万粮 那又是可以 可以极速升 那差距就是这里 无人转机 这个位置 有双倍 全货 有VIP 就可以多数次 就快点升 再看一下 checklist 无人转机双倍 看了 主线任务 刚刚我们平时 一开服 常常叫你做这些 第九章 这里 每做一个 就有500 但是现在我自己都卡住了 我卡住了四一天 我应该明天才可以继续玩 最后一个 最重要的位置 这些都要做完 最后一个位置就是 装完 装完很重要 要升 不浪费时间 真心不浪费时间 因为你是可以 用少少元宝 升一升 还有你可以放在这里 你暂时 可能半天回来 拿一次都可以 你可以再密一点 但是就不要觉得 它是浪费时间 当你好像我这样 起好了之后 那就是一个 一个资源的 全员 可以不断供给你 木墙 立即开 又这样起的那么多 尽量升级 免费的 投了几次 你不舍得给原宝 没所谓 但通常我的农田 这些 我就会 胜多一点 农田 就是给那些 浪费 每个小时 给2000 如果我有几个田 一万 每个小时 一日 你可能多24万 差距都是在 那怎么升呢 你装原等级一定会升 这个是Base F Base F 18 你其他东西才可以升到18 否则 你就没得超越 那个装原等级 所以这个大家都注意 铁杖谱也都要 都要升 不过这个就不关 升那个 等级事 农田这些 慢慢多 有多少农田 有多少农田 盡量多农田 尽量多农田 然后 粮仓你都要 升高一点 否则你 存不了那么多 之后 你就可以 存多些 就可以去刷副本 取得多些经验证 这个强精 即是征收草 每天有几次免费 每天有几次免费 你喜欢货 不过这里就不太划算 这里就不太划算 但是 这些干粮 这个游戏很重要 因为是体力的传言 之后 市集这里也有得买 大家就买多一点 你可以刷新 只用铜钱 因为铜钱也挺多 我现在也几百万 我没有特意买过 记得刷 不断刷干粮 都很多 每次一万 你刷十次是十万 记得不要忘记得买这些经验书 因为我觉得 去到后期要升 多一两队 这些合客经验书 是很重要的 所以这些一定要货 这些就经验了 尤其是有两万 都不是很难买 即是不是很难买 贵 即是不是很贵 一万 刷新是万五 你刷到可能几万你就停 就是看你自己何时肉赤 肉赤才停 这些记得买了 帮会那里都可以买 帮派那里都可以 帮派双城都有 这些都买了 这些干粮 这些干粮其实无形中 就是一些经验值 不过没有那么多 没有你那些武林传记 一次给那么多经验 但这些都是慢慢的 你数十次都百多斤 你做一次武林传记500 没有双倍 你做两三次 其实都已经是差不多 所以 粮草是很重要 这些干粮 这些干粮一定要劲力点拿 我记得大家真的快点冲 因为之后越来越多功能 起码你干到四十多厘 可以慢慢弃 都没什么所谓 但是要尽快 起码都要中门 开了就可以慢慢挂机 还有 我们玩这个江湖 偶遇 这个叫你付5000铜钱 就千万不要付钱 一定要打 这些人 打了他有很多好东西 那就随便打 我现在都存了五神画 但是就不太夹 配队要再研究久一点 配队没那么快出来 因为我每个都要试一下 我这里有把屠龙剑 遲些就是你升完 你就可以练这些 剑的等级 你又跟别人的战略有些差距 我自己跳过 很丰富的奖励 英雄帖又是用来升 这里都有经验值得拿 这些英雄后遇 所以大家 记得 做齐啦 我下次要记得让我见到你 不要不回来 我需要你 今集我们先说到这么多 我希望帮到大家 这里有凹凹啦啦 可能还有一些位 大家记得 刚刚我说的漏 如果你发掘到 都可以留言 跟我说 希望帮大家 今集这里 祝你记得天成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